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单一的一个案件 持续追踪了两个月的时间 告诉各位 这两个月的时间 陆陆续续有非常多的一个受害者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到了11月10号为止 我们的一个节目当中 总共累积起来 有57位的受害者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我不晓得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 以及电视机前面的政府官员 到底有没有听到我们呼喊的一个声音 我们今天要持续为各位来追踪 为什么台湾有20万人 沦陷在南宁诈骗案当中 到底是不是政府来纵容呢 另外在南宁诈骗案当中 根据我们的统计资料 到底哪一些地区呢 这一个沦陷的 是最严重的一个地方 这个沦陷的一个程度的话 待会有几位受害者 要现身来说法 首先我们今天要特别邀请到的 就是我们的立法委员 我们的蔡其昌蔡委员 欢迎您 女生好 大家好 蔡委员是台中地区的立法委员 待会我们再来好好的来看一下 台中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另外我们要特别欢迎的 就是我们的盛梅 欢迎盛梅 大家好 我们也非常感谢盛梅 在这两个月的时间之内 其实都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所以她也听到了非常多的一个 被害者的一个声音 好 接下来我们要邀请三位的受害者 我们首先先从最右边这边所介绍起 最右边的这一位是我们的叶先生 叶先生你好 另外中间这一位是陈小姐 陈小姐你好 另外还有我们的王阿姨 王阿姨你好 我先问一下你们三位受害者 都是来自哪里 台中 全部都是来自台中 好 来 今天我们台中的委员 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待会我们再请委员 帮我们详细来了解一下 我先给委员看一张数据 这一张数据是我们的节目里面 来参加我们节目里面 57位的一个受害者的一个统计资料 来自新北市总共有18人 新北市是第一名最严重的 好 另外还有来自台中地区 台中地区有11人占了19% 新北地区是占了32% 另外台北地区则是占了14% 另外台南 台南也占了8% 另外还包含了桃园 高雄 云林 南投 屏东 苗栗 新竹以及基隆 都占了2%到7%之间 台中在这我们的一个抽样调查里面 是名列第二的 但是不要忘记台中地区的人口人数 绝对比不过台北地区 新北市地区的人口人数 如果按照这样子密集度的话 台中地区的严重性 非常非常的严重 好 待会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个委员 首先我们先让委员了解一下 他们被害的一个经过 王阿姨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王阿姨你本身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我是一个月少 因为我工作的时候有一些空档 那有一些空档 我起先是我的表哥 他是先找我姐姐 因为我姐姐他在看孩子 然后他去关心他 他说你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 你这样子生活过得去吗 那当然我姐姐他没有收入 他就说不太好 他说我现在有一种工作 你看大哥这样子 我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那我想要说提西尼 不要给你开心 你愿不愿意试试看 那我姐姐他没有办法跟他去 我姐姐也一直问他 那是什么工作 什么工作 他一直说 你就跟我去看看就好了 什么工作 你去那边看 你自己看你就知道了 然后我姐姐就说 他实在没有办法走得开 那就叫我是不是跟表哥去看看 那我也觉得说 我也关心姐姐啊 表哥也是一个很亲的人 那跟他一起去出国 我是不害怕 我很放心 那后来我又知道说 我表哥他有一个 他妹妹的孩子 已经接受他这个工作 已经有跟他去看过了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 上线下线的一个制度 那他就希望说 我也跟他过去 但是不是他直接带我 是我要跟着他的那个 他妹妹的孩子就是那个 这个表外生就对了 表外生对 就是让我跟他一起去 然后他也会 实际上是表哥带着你们两个过去 就对了 但是他应该是为了要做 表外生的一个下线 对 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就跟他去 去看了嘛 其实我去的时候 就是他有大约讲一下 就去那边一边可以观光 还有我们看工作 还要上课 好 去到那边的话 他去之前的话 就已经告诉你说要上课了 他有说去那边 那他有说难宁 没有 我们到那边 他才有说要上课 那本来他是假说 要去之前他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说 你跟我来看看就知道了 这个就是他们 他们最基本的 什么都不能透露 最基本的什么都不能透露 就是你跟我去看就知道了 一定要跟着去看 那当然是如果说一般的交情 我不会跟他去 那他是我阿姨 亲阿姨的孩子 所以我很放心 我就跟他去 去的时候 我们旅费要自己出 机票自己出 然后他去说去到那边 我那个侄子 我外甥 他会带着我到处去看 这个费用他会出 那当然我就跟他去 去了之后也是 我们就住在莱茵湖畔 你住在莱茵湖畔是不是 对...那边我表哥有租房子 好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这张表 这张表的话呢 是我们也是累积了 57位的一个受害者 他们分别被骗到南宁地区 所住的一个地方 包含了刚刚特别讲到了 莱茵湖畔 另外还有盛天明城 盛天华府融合大地 还有立东新城 联盟新城 天池山 宜景院跟金植院 好 你看累积起来的话呢 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一个资料 好 那您住在的地方呢 就是莱茵湖畔 对 他在那里有租房子 他如果有带人过去 都是在那边住 一般过去大概要五至七天 因为我有工作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设定五天 五天回来 那第一天 第二天大概就在讲 我们去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活动 那因为我们只有五天 他没有带我到处去玩 他大概大致上像我这个上线表外生 他去私有去玩两天 然后再开始带入正题 然后再上课 我是没有那么多时间 所以就去的话 在住的地方就先讲一讲 就是大概我们有几天要上课 还有他上课其他的时间 他会有一天 一天多的时间就带我到南宁的市区 就看一些那边的建设 然后那些建设 看一看之后 我们有一些 就觉得那边是一个 他一直说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很适合人居住 然后那边的建设 它是东协的永久会址 建设一定会很大 就讲这些 所以上课你也不觉得奇怪 对 我也不觉得不安全 还是怎样 因为跟着哥哥 跟着表哥 所以在那边没有什么恐惧感 就很放心 就跟着他 他讲什么我就听 讲什么我就听这样子 那也有很多的老总 或者是成功人士 来跟你分享经验吗 有 但是那些 我都是不认识的人 不认识的人 他怎么样的成功 我是无所感受 就只是感受他们在那边 很喜悦地分享那些成果的尊维而已 那些成功人士也全部都是台湾人 对不对 都是台湾人 帮你们上课的也全部都是台湾人 都是台湾人 那大概年龄层呢 年龄层中年人以上比较多 那分享完以后你是不是就 分享完我一直在投入 我尽量想要投入 然后我也没有想到说什么 骗局还是什么的 然后上课完就是到后面尾声 他会要看我们上课的心得怎么样 想不想要加入 我来的目的就是想要做这个事业 那时候就是很放心的自我催眠 我表哥不会害我 我跟着他 你看他在这边还租了房子 他还有跟我讲说 他在那边也开了一家餐厅 他把就是做这个行业 他的一些成果 他有讲出来 但是去餐厅我也没有去 都是他讲的 你也没看到他餐厅 你也没有说你要去看他餐厅吗 没有说 我没有说 就到后面要问意愿要不要加入 那我就想说我来的目的 我就是想要有一份 像你这样子可以赚很多钱的工作 好啊 然后他前提就是说 你如果加入之后 你不想做了 你不想做你随时都可以 都可以离开 然后你的上限或者是你自己 你再找一个人进来 他那一份 他的那个进来的那个资金 你就可以拿走 你就退出了 他说会有很多人很喜欢 像这样子有人退出 他们进来补你的位置 他们后面成果就是他们可以享受的 那我是还 我只是觉得说他讲这样子 好我就要相信你 而且他又提前 他又确定说 你如果不想做你就可以 你要随时要离开都可以 要退出都可以 很简单 只要有人要进来 你这一个球我就帮你吃下来 所以你觉得他可能是有点保障 就是你不做的时候 那钱还是可以要回来 随时可以退出这样 就是这一点 罗绩很合理 感觉好像有OK 我就很放心的把钱交出来 可是我是到回到台湾 我才把钱补齐 交给他 你当场的时候是有给钱吗 没有 当场只有圈做书嘛 对不对 然后回来以后呢 三天之内马上汇了35万 我都有记录 把钱补齐 补齐之后 我说我给你三十几万 你都没有给我一张收据什么 你有跟他要收据喔 那你还算是比较聪明 我们57位里面很多人 交钱的时候是完全都没有要收据的 我说我交了三十几万 为什么你没有给我一张收据 阿姨 我给你问一下 你那时候交付款的时候是在哪边 在台湾啊 台湾的哪里 就是我这个上线表外生他来拿钱 到你家吗 对 他过来拿 他直接到你家吗 他过来拿 但是我没有凑足35万给他 我只有二十 二十八万多给他 那我表哥说也没有关系 你后面这个我帮你处理 那你第二个月可以退回的九万块 就从这边再扣掉就好了 所以你那个返还金额 他其实就直接扣掉了 对对对 那我说怎么都没有什么单据 可以给我看 我说你放心 你最好放心 我这个我那个电脑 老总那些都有记录 都有记录 你又没看到 你怎么会知道 我都没看到 对 我就想 所以回来 你只是给他吃鸡你怎么会知道 钱已经给他了 我还在自我催眠 我大哥 我不会骗我 他不会骗我 我还在自我催眠 那你是什么情况我发现 你被骗了 回来我就大概半个月 我就跟他讨论 我工作还很多 因为我在做月嫂 我工作还是一样的牌 我没有时间再过去 不然你帮我找一个人 我不想做这个 我还是做我这个比较 你就是想要退出 就是当初他们有这样子承诺过 他就承诺说 好 他当时很轻松 他说 好啊 只要有人要进来 我就帮你吃下来 然后你就可以退了 我到现在等三年 你是101年的时候被骗 对 101年 10月份去的 到现在三年 我大概平均大概七 八个月 或半年我会打一次电话给他 都是这种拖延战术 所以到现在为止的话 你钱是没有要 而且他有跟我讲 你跟我要这个钱 不合理 你要跟你的上线去要 就是那个表外生 表外生叫你跟上线要 不是 我表哥 在跟上线要 叫我跟这个表外生 跟表外生跟你说 因为你是直接对他了 他已经把他推到这里 但是我的表外生 其实他是没有钱 我表哥帮他出的 这一颗球的钱 对 所以我表外生 他也没有办法帮我处理 我去是看着表哥的面子 我才去的 信任我的表哥 是这样子 所以我都一直是找我表哥 所以你现在要钱 还是全部都找表哥要就对了 然后他把他推到了表外生 他把表哥帮我处理 因为他已经做到老总了 他随便要处理一颗 你的表哥是做到老总 对 他随便要处理一颗 是很简单的事 他现在还是老总吗 是啊 现在我就不知道了 在那边有租房子的 就是老总 老总才需要租房子 做到老总做 他在那边有租房子吗 有 你说他开柴银没有钱 做到老总 他在台湾也有自产 对啊 所以我这二十几万 我是你的表妹 我已经表明说我不要做 如果是 如果再两公 我们是亲戚 这个球你应该要吃下来 因为我的上线 他根本 他进去的钱 也是我表哥帮他出的 等于是一个人头 这个其实就是亲子线 对 那地上就是亲子线 他帮他出的 娃娃姨我问一下 你这件事情 他后来有没有给周遭的 亲朋好友都知道 因为表哥绝对不会只是拉你 搞不好有很多的亲戚朋友 也被拉过去 我表哥有十二个兄弟姐妹 没有一个人跟他去 那十二个亲的兄弟姐妹 没有一个人去 结果反而是你跟他去 因为我们跟他 他住台北 我们住中部啊 我们跟他 其实很少有来往 他跟我的姐姐比较 年龄比较接近 他会去找我姐姐 他没有找到我 我是跟姐姐很好 我姐姐告诉我这件事 那我替他去看看 我也希望说这个如果是真的话 我可以帮我姐姐我去看看 结果我自己把自己催眠到昏倒了 你自己回来缴了28万 我缴28万多 因为我凑不足嘛 他就第二个月缓缓的时候 他就把他扣掉 你后来你姐姐有没有去参加 没有 我姐姐有参加他们当年度 我101年的他的尾牙 尾牙 我姐姐去参加 其实行业有尾牙喔 有喔 行业参靶 真的而且 没有 她说是尾牙 对 大概 就是尾牙的 那应该是在一个时间点 是在台湾吗 对 尾牙的时间点 台湾有尾牙 在哪里办 台中 彰化 你看 中部人太多了 姐姐今天也有来 对不对 姐姐有来了 好 来 姐姐 本来应该是这位姐姐 应该要去的 对不对 他是找他去的 本来是你要去的 本来要找你去的 后来是变王阿姨去 他 我哥哥某一天 他就来我家 他事先就 他事先就先打電話 我过几天 我过几天 來年轎 有 不錯 我来去 你听看看 也很久没联络了 他就来了 很久没联络 他就说一些 他现在怎么 他本来有两台油籃车在塞 他就搁一瓶 他说 我搁一瓶 看一看的瓶 你带我搁一瓶 看一看的 我电话就靠到文末 阿嫂 说 你这油籃车先把我一台先不认识 留一台 一台我回来处理 他就是说一瓶 你吃得多 这是怎么没做 这工具吃得多 这事先吃好 阿嫂 你说真的好 我说他知道我不是吃粪 他应该不会害我 他说 阿嫂 如果要投资 你看资金多少 2万 那你就算了 2万就是分年纪票 2万是分年纪票 他说2万 再来就是说 你 我们就 开那道中 拿回回来 你不认识 反过来你不认识 如果布鲁吃粥 你为什么不认识 这都反过来你不认识 就是说 开那温潭的就对了 温模一天 温少月他昨天空档 我说 旁边那边怎么好 你怎么问他 他就是说 你做狗 你这次做决定 我也不认识 他就是这样说 他刚才空档 我说 他比较聰 我比较聰 我比较聰 我说 你再看看 看到底是在做什么 如果他做 我这么想办法 但是我们儿子和媳妇 妈妈 你不认识 但是 如果发生什么事情 有什么事情 要拿钱去放人 我们没有职业 我们是没法度 我认识 我认识 如果我没有钱 孝心媳妇 如果不认识 我去旁边 看了钱 我没有 我也没有贪钱 所以你孝心 孝心媳妇有把你... 孝心媳妇 孝心媳妇有把你阻止 你有去吃卫生吗 卫生 卫生 不知道是算聚餐的卫生 有多少人 有 有 十多多 有 也有抽奖 有一千人吗 抽去南陵机票 不是 我有抽到一个 抽到我的名 他那个 我们抽 有一张 让我们抽 抽根 好像落入那 那种抽奖 抽到我的名 共六百块 阿姊 我给你问一下 你那时候看 你那边吃杯架 那些人是不是 都在做这个行業 對 都都是 他跟他说 你不是加入的 怎么可以参加呢 他抽到去 跟他的孫子抽到去 我跟他说的 我跟他说的 他的孫子在抽 我跟他说 阿姨 那是没钱 抽到他还要納钱 做什么 我是卖的 我们媳妇 我们学生的家 阿姨 他说的 阿姨 你放心 都不用 你来那儿 来那儿坐 来来听 来那儿看人家 怎样做 我那个表哥就说 某某人 你看那年少年 不知道 是一年 是一个 四百万 四百多万 他跟你说 说港度的 吃买的 是说港度的 跟你说 那个年少年 一年 可以判四五百万 我说 那是怎样 怎样不做 你们偷偷 怎样都这样 想不开 你也要再赚一下 我就没钱 就全没路了 对吗 我就没钱 我就去做 好 谢谢阿姨 好 来 我来问一下 你看到这个组织 已经是有 这个行业的话 已经有组织了 然后有计划的 另外还有日程 另外还有包含像尾牙宴这种 全部都有了 那过去的话 我们听到千人宴的话 是在南宁 现在尾牙宴的话 居然已经在台湾了 这已经是变成了一个 很庞大的一个组织 我来问一下陈小姐 陈小姐来参加过我们节目 差一点点造成家庭失和 夫妻离异 差一点点造成 父女关系断绝 来自台中地区的陈小姐 我问一下陈小姐 据妳所知 台中到底多严重 台中到底多不严重 有没有很严重 我讲给妳听就好 就是从我不做这个行 就是 开始决定不加入这个行业 所以我从我周边 我的亲戚来了解 我的亲戚就有五个人 就是有被 有涉足到这个广西南岭的部分 但是有两个是没有过去的 那有三个有被带过去 一个没有投钱 两个有投钱 还好这两个投钱的都 最后没有成为加害人 他们就是也是放弃不做了 然后还有一个案子就是 有一次在年初的时候 跟我朋友在聊天 他說奇怪 因为我们之前的话 中部有一阵子 那个科技公司很不景气 然后他就说很奇怪 为什么他的下属 好几个都是请假过去 大陆不知道在干嘛 那他这样一讲的时候 我就想说 那会不会是跟我一样的 我就跟他说 你可能去了解一下 他们是不是去南岭 那他也吓到 他就想说 好 那他回去了解一下 结果他去了解之后 结果三个真的 都是被带到南岭 而且是同一个部门的人 带他们过去的 大公司 科技公司 对 然后部门的员工的话 他请假六七天 全部都去南岭 对 都去南岭 所以严不严重 我觉得很严重 那为什么我们政府 没有看到这一块 我不清楚 那因为他们 就常常行业人 会跟我们讲 你看台中 都有直航到南岭了 如果真的不合法 为什么没有人出来讲 为什么 就是说班机班班客满 可是政府 并没有做什么措施 所以这个就是连占 连爷爷的破冰之旅 带回来的福利 这是可以做 我们政府是默许的 好 我相信很多的被害者 其实都有同样一个想法 就是说 奇怪 台湾 有很多人 我问这里有一个 台湾两千多万人 结果有高达 那么多的人的比重 去了南岭一趟 南岭到底有什么地方 可以观光的 南岭到底有什么样的产业 可以让台湾有二十万人 跑到南岭去 难道我们所有的政府 我们政府所有的机关 他都不知道吗 难道民意代表都不知道吗 我们刚看的这张表 这是按照我们节目里面的 被害人出面来说的 57个人 这57个人 全部都是自己来报名参加的 57个人里面的话 台中就占了11人 高的19% 当然不是第一 但是按照人口密度来看的话 台中地区其实是非常的严重 我记得陈小姐 上回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还曾经带了一个电话卡 来秀一下那个电话卡 你知道吗 这电话卡是南岭的电话卡 这个就是如果你加入行业 他就给你一张这个电话卡 那有一次我在散步的时候 在地上看到这个电话卡 那你就会知道说 我住的地方附近 也是有人被带过去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台中真的非常严重 基本上我们打电话区 跟立委求助的时候 助理跟你讲了一句话 这个是你请我愿的 没有违法 你要我们怎么管 可是我们是希望说 那你可不可以反映给立委 请他们出来帮帮我们 是不是在新闻上 多广播还是什么 不然说坦白的 我真的在被带到南岭之前 完全不知道南岭这是诈骗 好 委员我要来问一下 就是到底台中的情况有多严重 那是不是选区的一个选民 也有跟你们反映过这样的事情 如果按照我们这样子 听下来的话 其实台中的问题 其实非常的严重 我这几集节目 多少在电视上偶尔会瞄到 那今天特别到节目来 我觉得这个警政署 应该要出面了 因为案子已经透过我们节目 统计这么多 而且我说实在话 我不认为这个 会只有中部地区 这个其实逻辑很简单 中部地区可能相对多是因为 这个关键逻辑在于找最亲近的人 你不可能在路边抓一个人 说我带你去南岭 这絕對不可能 所以一定不是亲戚就是朋友 那今天来节目 其实这个案子 我在当立委两年多前 应该两三年有了 我想两年差不多啦 两年多前我在... 因为我每个礼拜六 我当立委一到五要在台北开会 我每个礼拜六的下午 我一定会自己在服务处 我十几年来就如此 我自己在服务处 然后选民来跟我... 可以直接找到我跟我当面 面对面 那大概在两年多前 我就那一阵子 我就接到两个案子 那这两个案子 通通模式都是一样 大概跟我们节目讲的过程差不多 不過时间有点久远 细节我可能记不大得 但是模式完全一模一样 那当时我的处理方式很简单 你来找我面对面 我告诉你 第一个我就告诉你 这是诈骗 我记得一个应该是已经被骗 他自己觉得被骗 另外一个是来问我说 这个有没有问题 那我记得两个案子 我直接就是告诉他 这个我听完他的陈述 我告诉他这个叫 这个就是诈骗 然后被骗那个案子 我记得当时我就直接 转给警察单位 我就直接报案 因为这个Steven也没有 这个相关司法 包括调查的权利 所以我直接就请警方协助来处理 直接查 那后来直接查的结果 陈青人没有再来找我 我想他应该是有一个 处理的结果 他才不会继续来 否则一般民众 要是报警完 我们帮他处理 报警完之后 他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 他还会再来 那后来他就没有来了 所以我一直以为 这个案子 我一直以为南陵这个诈骗案 是两三年前的事情 那清雪开始做节目之后 我刚开始做的时候 我就有注意到 我以为你是在讲以前这个案例 这些诈骗的案例 后来你越讲越多 越讲越多 我才知道说 这个是现在进行事 所以换言之 这个王阿姨刚刚所提到的 他也是三年前我就被骗 他是101年 差不多两三年前就被骗 所以我也是 在我的选民服务的案子 也是两三年前就有 但是很奇怪 就只有那两个案子 后来这一两年当中 就没有再有任何这个案子 委員 我跟你说 我们这现场有一位台中来的 最旁边那位叶先生 叶先生是我们节目里面 我觉得说也是有够扯的 他是前一天晚上 也就是节目 譬如说今天录影 他前一天晚上 刚下飞机被骗回来 隔天马上来参加我们节目 他非常非常的生气 他也非常的有正义感 叶先生 你那时候是不是 我刚刚那样子讲的 就... 就满副院 你不知道该找谁讲的 你知道吗 你跑去报案 他跟我说 他就问到说 你有没有被骗多少钱 我说我没有交钱 对嘛 没有交钱 他就把我打到说 就是私人的纠纷 所以他报案的话 是报不成功的 报不成 但是委员 你刚刚讲说 什么两三年前的事情 不是喔 是现在我们正在录影当中 我相信很多人 还坐在那个... 进行事 还坐在那个 飞往南宁的班机里面 还正在要被骗 我们现在在这边录影 那边现在还在上课 所以... 对啊 那边还在上课 我觉得是我们的倍数 所以对我来讲 我为什么充裕的节目当中 你们一邀約我马上来 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这两三年前 我就遇过的案子 而且我当时也 马上就请警方 来介入处理 事实上 幸雪 我跟你讲 这是... 这个诈骗模式 其实不新鲜 因为我处理过很多的诈骗案 我每一个案子 只要相关... 你金融诈骗 我就直接请警官会处理 对 相关这种诈骗 我就请警察单位处理 我们现在重点是 就是我们回来之后的处理 所以我刚刚... 对 我们回来之后的处理 他们现在大家 说实在他们今天来 都是几股深渊 那个王阿姨 你知道那个王阿姨 王阿姨你说 你会来参加节目是什么 你现在101年 就已经被骗了 你今天来参加节目的 最主要目的是什么 因为我能确定 他是骗我的 然后我已经知道 我这样子 我再不出来的话 这个模式现在还正在进行 对 我不希望后面还有很多人 像我一样 对嘛 王阿姨就是说 她不希望她的小孩子 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所以我没有戴口罩 她也不希望她的 我没有戴口罩 我以我的人格保证 我是真正的受害人 不是演员 那那个陈小姐 陈小姐也一样 陈小姐今天就是来参加节目 他们也是认为 因为委员 我去上课 我去了两次 说坦白的 跟我帮我上课的 都是70几年次跟80几年次的 昨天来的那个陈姐姐也讲 她的上线跟她说 你看80几年次都可以 赚这么多钱了 为什么你不换个思考模式呢 那其实反观一下 如果这么多年轻人 都在从事这种诈骗的时候 台湾怎么办 我们的社会秩序没问题吗 经济没有问题吗 其实他们都被骗回来了 骗回来以后 他们希望能够把这样子的 一个被骗的一个经验 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他们非常的勇敢 不敢站出来 说实在过去有很多人 为什么南宁诈骗案 一直到现在为止的话 一直在进行当中 也就是说很多很多 被骗回来的人 不敢站出来 不敢站出来的情况之下的话 很多南宁的诈骗案 持续一直在发生 他又感觉说 今天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我们节目 可以当一个平台 就是说节目下节目之后 我想回到立法院 我直接找警政署 直接我跟这个陈署长 来做一个说明 然后因为我们的这里 已经集结了非常多案例 50几个了 那有这些案例 其实就是非常好的基础 然后以这些案例为基础 请警政署应该揭入调查 就是应该全面性的 不应该 因为已经跨全台湾了 不是只有一个地区 委员 这也是我刚刚要建议的 我帮他们受害者 就是整理一下 我觉得个案 委员真的也没有办法 因为有这么多案子 可是现在不是个案 是一个大案子 那我们节目已经做了20几集 快30几集 有累计50几个受害者 没有节目这样子的 现在的问题在哪里 全国的观众都知道了 可是政府 你要站出来宣誓一下嘛 今天的案子是 刚刚已经讲了 我们在这里申约 人家在那上课 他们都说我们这个节目 是人家买的广告 所以委员 你要替他们站出来 这立法院拍个记者的问题 第一次听会觉得说 还很想笑 那时候刚才上节目的时候 还笑我说 怎么那么久以前的事情 我怎么现在在那边 我觉得这个没问题 对 就才发现了 就那么多人 就这样要有个宣誓的动作 就是来替大家讲话 我们没有权利 但是我们的工作 就是替大家讲话 所以我今天就是说 特别来上节目的原因是 第一个我提供 这两三年前我今天处理过了 没想到这个事情 是一直在进行 但是因为这两三年前 我没有个案 就没有人再来找我陈情了 你这样一讲会爆掉 真的 不...我不怕爆掉 我本来付出就像那边看 他像这样 他像这样很多人在拍摄 但是这个不是 但是这个不是处理问题的方法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我们节目已经有 累积这些资料嘛 那我们直接请警政署 来跟节目联络 然后把这些资料会整直接办 这是一个应该 政府应该出面的 你不要在旁边下去找 你那一个一个去抓 我们不是要他们判刑 不是你们不是要宣导 不是一个一个抓的问题 我是觉得要宣导 比较重要 对 宣导比较重要 其实还满多人不知道哪里的 你这样抓不完嘛 那几万人你怎么抓 对 我是觉得说宣导这部分 其实宣导政府一直有在做 但是我觉得 政府应该用更严厉的一个方式 来处理这个事情 这感觉没有决心嘛 包含了这整个的老鼠 老鼠你要不要把它绞掉 那个王阿姨 王阿姨才在那边讲 她说她也有报案 不是 她要去追钱 但是她没有办法报案 为什么 就像委义委员所说的 这些都是亲戚朋友 你去报案的时候 让人家吃上法律官司的时候 你自己都于心不忍 你只能去给他投资 他如果不败败的 不败你也没法赌 所以后来办不下去的原因 就在这边 但是不要忘记 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纵容他们的话 情况就是危害到其他的 所有的亲戚朋友 他也是同样有恃无恐 也是同样继续下去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几个案例 来2015年的时候 政府到底怎么判的 我们看一下政府 到底有没有作为 2015年的时候 4月份的时候 也曾经破获一起 这样子的一个诈骗案 这个案子 其实这个吴志明 这个老鼠头 他找了好几个都是 其实都是亲戚朋友 主要是那个苏太太 他当时加入之后 他就觉得反正就当入会 就是那种存会钱这样子 他还真的从中赚到200万 又把他女儿也加进去 这一共7个人 2015年4月判下来了 他们违反了诈欺 公平交易法等等 已经移送法办 显然而且诈欺金额 你看了多少 6千多万 各位 80个人 受害人数80个人 这已经算是少了 这最少还有一个板子 也是一样 有没有 这是一个违反公平交易法的 抓到了这几个人 你知道他们算了一下 好几个人受害 你还有一张是来宾室 就是广西抓到46个人的 另外一个 有没有 这个好来 全台炸百亿 好 这一个 你们看这张 好来 这张我们要好好的看一下 委员你也可以看一下 你看这报导是怎么样写的 这一个人是谁 这个是南陵诈骗案当中的主司爷 叫做余远营 我告诉各位 这2013年 2013年的案子 后来陆陆续续呢 很多人也报了这个什么老鼠会 南陵诈骗案 蛤蜊蜊这样子全部齐齐起来 那这个地检署呢 说要这个病案处理 就病案处理以后 上回那个周太太也来 她的案子也病到这边来了 总共呢 算起来的话有500多个人 那个名字里面 到现在目前还在开庭 还都不知道结果 可是主嫌交保了 主嫌也交保了 好 来看一下 广西南陵诈骗案犯滥 造成民众损失严重 全国300多个乡镇市 仅两个乡镇 目前没有人被骗 政府知不知道 政府知道 好 来 台北高检署23日指挥了 新北 台中 云林 台南 高雄 五个地检署呢 同步来扫荡 被害人超过了1000人 估计被骗的金额呢 超过了1亿人民币 约5亿台币 好 高检署去年底呢 也就是2012年的时候呢 年底的时候呢 就召开了一个检警 然后呢 举行了三次专案会议 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 警方先透过大陆公安来协助 将广西南陵诈骗案的集团主司也等 于远宜押解反台归案 好 上月底呢 也就是这个2013年 大陆公安部门以及广西公安厅呢 曾派出8人工作团队来台 也就是说两岸一起来协防 两岸一起来侦办 不只台湾的这些地检署的检察官 或者是警方的人员到广西南陵去抓 好 另外呢 大陆的广西南陵 这一边的警方公安呢 也协同跑来台湾这一边来侦办 好 总共呢 提供了1000多名的会员 以及干部的名单 高检署的指派 这个检察官一起来侦办 委员 你做得对了 有什么继续还有人 继续我插播一下 还有一张 2015年来宾市的 委员 你看看 这是2015 今年是2015 5月 这5月抓的 然后不法金是5亿人民币 是25亿嘛 那位先生 你几月去的 9月 你几月去了 你再讲一遍 9月 猫都抓老鼠了 委员 我的意思是说 老鼠都抓到了5月 它9月还去 你知道老鼠 你说这个组织到底有多庞大 不是 你知道老鼠的个性就是 你猫在睡觉 它就继续在那边骗 你猫只要起来 它就躲起来 现在的问题是已经抓到这种地步 9月还有人被骗 气就气在这里 那你政府不宣示 你抓什么 这个我觉得两条都要做啦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政府要持续去 侦办这些案子嘛 第二条我觉得 刚刚陈小姐讲的是很对的 宣导 这个就是要让宣导嘛 就像说 我们讲那个电话诈骗嘛 一直做 也是随时都还在诈骗 一直抓 一直在骗 所以我觉得要让民众 像我们的节目 这个很恶劣耶 这个恶劣的程度 跟那电话诈骗根本就不能比 你知道吗 好 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你们刚刚讲说宣传 宣导 宣导到底有没有用 没有用 所有的人 我跟你说 你们所有的人 在跟你讲说 哪里有诈骗... 你相不相信你已经落入 你诈骗案当中 你一定不知道的 所以宣导到底有没有用 政府到底要不要往上去清 好好的把这些老鼠窝给绞掉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我们再来讨论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